穿着性感小洋装 艺人侯佩岑代言家电广告 展现好媳妇形象 不只当人妻 今年36岁的她 还传出怀了马宝宝 准备升格当妈妈 前婚两年多 侯佩岑跟老公感情依旧甜蜜 而且不止一次说过想怀孕 去年她开始调养身体 减少工作量 还跟老公到欧洲旅游两个礼拜 可见有多心急要当爸妈 现在传出怀孕两个多月 疑似因为传统习俗 前三个月不能公开 因此没有对外证实 反倒是刚好过了三个月的阿雅 大方公开怀孕照 眼皮画上漫画大眼 吸着奶嘴 搞笑扮成肚子里的宝宝 边自拍边摆出各种可爱的pose 笑翻网友 有人推测可能怀的是女宝宝 不过阿雅却语带玄机的说 所有的问题都让时间来回答吧 背着镜头遮掩肚子 从一开始的闪躲否认 到现在大方秀照片 畅谈妈妈精 态度180度大转变 阿雅的预产期在今年的八月 她跟美国华裔男友 Tony的远距离爱情 也即将修成正果 才刚过完年 女艺人喜事频传 也算是开春的好兆头 在这种过程 妳把这团酒正来飞的